我们都知道原版橄榄球僵尸前进速度相差无几 且只拥有1400点血量 那用一排地刺王 一排忧郁菇 一排三线射手防御 他们谁能击败橄榄球僵尸 首先登场的是一排地刺王 舒适的脚步按摩 让橄榄球僵尸心情愉悦 那么他能否吃到大夫的脑子 橄榄球僵尸成功吃到大夫的脑子 第二组登场的是一排忧郁菇 攻击范围更广的忧郁菇 能否击败橄榄球僵尸 橄榄球僵尸被忧郁菇击败 第三组登场的是一排三线射手 能攻击三路的三线射手 能否对橄榄球僵尸造成威胁 橄榄球僵尸被三线射手击败 橄榄球僵尸被阻撂 橄榄球僵尸被阻撂 一般桥冬尸被阻撂 橄榄索尸被阻撂